這是我的二舅 村子裡曾經的天才少年 這是我的姥姥 一個每天都在挑拋瓶的老太太 就是這裡面不光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 而且事實上我還刪改了一些 其實是聽上去更具有傳奇性色彩的東西 因為我不想搞得過於一驚一乍了 我是完全沒有一丁點想到它火 也是感覺很不可思議 然後我覺得這個視頻它之所以抱 就是我們很多的90後和80後都在背景離鄉 都在一些城市裡面大城市裡面在這工作 其實心裡面很多人 這些90後80後可能有相當一部分 是從小在農村成長起來的 他們其實是已經離開了農村 但是跟這個鄉土的中國 還是有很深的一個連接 他們可能和我一樣 就是印象當中的家鄉 永遠是冬天 因為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能回一次家 然後每次回家的時候可能感慨的 只有自己的老人變老了 所以 但農村確實是日新月季變得越來越新了 但是老人是越來越老了 所以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這個東西 擊中了他們 所以我是非常擔心這個 所以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二舅 住在哪個村子裡面 不想讓任何人找到它 我就希望它安安靜靜的 如果有人說要再給二舅拍個紀錄片 還拍啥呢 我不都是 我不都已經拍完了嗎 你要是拍得去了 那麼專業的攝像團隊 帶五六個人七八個人 浩浩蕩蕩的 殺進村子裡 那大家不都知道二舅住哪了嗎 我對這個東西還是非常非常擔心的 所以我覺得就沒有沒有應對媒體 應對這種突如其來的這種曝光 突然被推到聚光台下的這種任何的這種準備 我覺得它會非常的驚慌失措 因為它不是一個喜歡坎坎而談 在大家面前吹牛的人 我覺得這會讓它變得不自在